咱们这节课咱们开始建议到Permit测试 然后的话咱们来看一下Permit的一个Permit修斯的一个游览 这种名称叫Permit修斯 Permit的灵感来自于谷歌的一个博客系统 同样这个博客系统也衍生出来一个什么 衍生出来一个我们的一个Kubernetes 它最初是由这一个人做一个研究项目开发的 成是谷歌的一员在加入一个这里之前 它是另外一个人进行一个合作 然后开发了一个Permit修斯 其他开发人员的话可能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最终的一个公布时间是2015年才公开发布的 所以说然后其实诞生的话也没几年才三年多 05、06、07、08年 然后将近十年那个时间 所以那个也是相当于一个比较一个新生的一个事物 它是比我们的一个Kubernetes 发布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的一个Kubernetes监控的话 之前的话是没有使用Permit修斯 然后是使用了一个HARBS的一个监控系统 然后后来的话我们是慢慢的重心都转移到Permit修斯上面了 然后的话因为它监控的一个更全面 然后的话它的一些组件呢 然后可以更灵活的一些搭配 所以说我们Permit修斯的一个监控呢 还是比较重要的 同时呢它各个组件 然后特别是开发一些参数 然后自定义可能也是需要下一些功夫才能完成的 而我们呢然后这套系统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浅显一点的 先说是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它整个一个工作流程 而具体的一些可能 那个一些语法呢可能是我们介绍的可能是相对于说 比较稍微少一点 但是的话呢你那个有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结构之后呢 具体的语法学习呢 你那个再学习起来呢就比较得心应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Permit的一个架构 它的一个架构是什么呢 首先呢我们的一个监控我们的一个服务 服务的那个在和我们的服务的那个一块运行呢 有一个导出器 一个导出器呢 然后它会把这个收集一些我们的一个服务的一些信息 那个服务的一个信息呢 然后它会这个导出器呢 会把这个信息收集完之后呢 它自己那个相当于有点自己一个临时的那个保存起来 然后的话呢它在对外提供一个单口 提供一个单口 然后等等待 然后那个呃 外部的一些程序去抓取 所以说去从这个节点上去抓取它的数据 那个像那个呃 我们的呃 Permisus 然后的话就是呃 我们的一个呃 那个监控系统监控服务器 监控服务器的话呢 会从这个呃 导出器上面呢 然后去抓取一些信息 然后那个给它填充到 然后自己的呃 嗯 自己的上面 嗯 它那个填充完之后呢 它会那个自己进行一些处理 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呃 那个UI显示 嗯 你那个还有一些那个那个查询语言 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进行一些操作 然后在上面也可以对那个简单看一些那个呃 它的一些参数 把它整理起来 这是一个呃 Permisus的一个作用 然后的话呢 它也那个同样的它会生成一些那个呃 那个报警规则 嗯 那个 嗯 它把这些信息的话呢 呃 把这些信息会传送给我们的一个警报管理 警报管理的话呢 嗯 我们这里都是嗯 嗯 嗯 然后的话也传给它 然后是警报管理 然后去那个处理我们的一个警报信息 那说那个它它会首先是生成一个根据这个规则 根据它的一个那个警报规则 然后那个去生成一些信息 生成一些信息之后呢 会然后传送给警报管理 警报管理 有些数个信息 然后呃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比如短信 微信 嗯 嗯 还有一些邮件 然后行那个传送到 然后分组进行传送 嗯 传送给然后呃 嗯 各个层次的呃 那个人员 比如我们的经理人员 呃运为人员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呃 老总级别的 嗯 这个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警报管理系统啊 嗯 同样呢 我们那个Permisus呢 然后的话呢 它也可以同时去写入一个 持久化数据数据库里面 那像那个InflowDB里面 嗯 这些东西 而我们的然后正常情况下呢 嗯 它也可以 它也可以不介入一个外在的数据库 它不介入外在数据库的话呢 它默认是保存是15天左右 它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是存储在本地 然后把所有的一些数据然后存储在本地 它是保持保存15天左右 因为我们那个Permisus呢 它那个嗯 我们那个它 它的一点就是 部体上是一个 一个长久的保存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英文 英文程序级别的一个监控 那个 所以说那个它是更那个 关注于 然后我们当起来一个业务状态 而不是查询 保存一个历史数据 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图形展示 图形展示的话 是一个那个 嗯 我们那个后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 大家去看一下图形展示 图形展示的话呢 它是相当于也是 从它这个上面去读取数据 然后那个进行一个图形化展示 那个比较那个适合于 嗯 然后我们那个 嗯 一些 嗯 那个其他人员的一个观看 更直接更 嗯 直观的然后去看那个 嗯 去查看我们的一些嗯 监控指标 嗯 那个我们那个大概的一个 那个监控模式架构呢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组成 嗯 基本上就是一个 那个一个导出器 导出器的话就是 它是相当于对外提供一些metrics值 也就是说是度量值 然后的话我们那个嗯 Permisers然后去去拿取数据 去那个上面去拉 把数据拉回来之后呢 然后自己本身 进行一个存置展示 同样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呃 外在的一个展示 外在展示的话是需要呃 借助一些其他的工具 才进行实现 他也可以嗯 嗯 同时那个他自己 那个拉去数据的时候 也可以呃 往外面去写入一个数据库里面 同样的话呢 也可以把警报信息 然后传输用于那个专门一个管理 那个警报的 警报信息的一个系统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嗯 那个metrics集合 metrics集合的话 就是说那个 那个整个从 那个从这边 可以看一下 这个为了获取锻炼 普罗密西斯定义了成为目标的配置 称为scope scope scope screver 这个screver的话呢 嗯 那个 这个具体的解释的话呢 我们那个解释的可能不是很恰当 它应该可以称为呃 呱呱 也或者说你都可以把它 呃 大家知道意思就行了 就是说那个它是呃 那个就是一个刮数据 就是说 它是什么样一个回事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导出器 是不是那个它已经在呃 我们服务上面 然后就去提取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信息 那个呃在这个导出器上面 这个它就提供了一个外在的一个端口 而这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在一个Permisers上面去定一些配置 定一些目标 也就是说我要去哪个上面去拿去信息 去拉取数据 那个 其实那个这个过程呢 这个拉取数据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 相当于像啊 那个呃 刮数据一样 也就是说我把你的数据啊 那个一层层的 刮过来 那你就可以把理解成是那个是拉数据 就是把你这里面的定义的一些配置 根据这个配置啊 我要需要什么样的一些信息 我把它信息拉过来 像那个那个层层拨销一样 像古代的一些地址 层层拨销一样 啊那个那个 你都站在那里 那个等着我 呃那个 那个去刮一层刮一层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那个有很多数据嘛 我可能你这这么多数据 嗯不一定是全部都是我想要的 我可能就那个 只要我感兴趣的一些信息 就说那个去那个去刮过来 就说相当于把数据拉回来 就是我们那个那个metrics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是那个服务发现 嗯 服务发现是那个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个就是说 用户提供的一个静体资源列表 静体资源列表是说 我们在一个那个 嗯 Permissor上面呢 去定义啊 我们要去刮取啊 我们的服务器1 服务器2 服务器3 这些资源的话呢 我们就提前定义在 然后我们的一个配置文件里面 就是Permissor是呃 配置文件里面去 嗯 通过一个 通过一个那个 静体的一个资源列表 还有一个是基于文件的一个发现 基于文件的一个发现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配置管理工具 然后去生成 生成一个资源 生成资源我们可以放在一个 单独的一个文件夹下面 放一个单独的文件夹下面的话呢 嗯 我们可以那个 那个 我们可以那个 有一次修改完之后 也去更新这个 我们文件夹下面的这个文件 把这个文件也然后更新完之后呢 嗯 我们这个Permissor是了 然后那个就可以那个 动态的去那个 呃 加载一下 嗯 那个给这个Permissor 然后那个发送一个 呃 那个HUB信号 HUB信号的话呢 让这个Permissor 然后去动态去加载 我们的一个资源 就是基于文件的 那个一个自动更新的一个资源列表 而如果这个静态资源呢 是我们直接写死在 我们那个Permissus配置文件里面的 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动态的 也能像一个半动态吧 还有一个就是自动发现 自动发现的话呢 一般是像我们的一个CableNet的集群 而这时候呢 我们没办法去通过一个 基于一个文件的定义 或者说直接把它写到配置文件里面去 因为这两种方式的话 都是不可行的 因为我们的一个Powder 它是动态生成和动态销毁的 所以说那个 我这时候呢 都需要一个服务的一个自动发现 我们的一个DNS实现的 一个SRV那个记录 能够一个服务的一个动态发现 所以说那个 我们这时候都要借助一个 那个DNS的一个动态发现 还有一个聚合的提醒 聚合的话呢 它都是那个是说 那个我们那个去查询了一个数据 是那个生成了一条记录嘛 然后的话另外一条 另外一个地方又生成了一条记录 我可以把这两条记录 然后进行合并 合并进行起来又生成一个 新的一个时间序列 也是用我们一个聚合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提醒 提醒的话就是 Powder Me修士呢 也是可以定义一个警报规则 我们虽然说 可以在Powder Me修士里面 去定义一个警报规则 但是它本身呢 它并没有一个警报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说 它那个飞行说可以产生警报 但是的话呢 它没办法进行一个 发布警报的一个管理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要需要一个外在的一个 Aload Manager 然后它一个是 也是它的一个配套工具 可以侍奉它 然后来进行那个 外在的一个警报信息发送 还有下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查询数据 查询数据的话 是Powder Me修士 也提供一个 内置的一个查询语言 然后那个Powder Me修士 然后的话呢 这个可能是 稍微有一点复杂 但是的话呢 这个我们必须 可能大家可以到下面 去学一下这个语法 因为这个语法的话呢 我们很多的一些监控 它都是基于这个语言 来进行那个查询的 查询出来 然后才进行那个图形展示 你假如说这个实在是 那个不想学这个语法的话呢 你也都可以看一下 那个别人写好的 然后网上肯定也有很多例子 然后的话 那个去了解一下 知道大概意思也可以的 因为我们毕竟 那个不需要去 单独的去 去关注一些 那个 那个这个语言 那个语法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监控 我们整个系统 还有一些 我们肯定我们的运维之言 并不是做运维这一方面 可能做监控这一方面 可能还会做一些其他方面的 所以这次可能就是 你要是实在 想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学习一下 这个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带大家先看一下 可以查评服务性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查评看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 这种就是一个 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PromoKL的一个 表达语语法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写成的 有一点 类似于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数学计算一样 你看那个乘以100 然后带到他的一个百分比 取他的5分钟 那个爱豆子 取了5分钟 然后带到他一个实力的百分比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 PromoKL的一个语法 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是 荣誉和高考核性 荣誉和高考核性 然后的话 我们Promisus 然后我们的一个 它的一个集群 然后做的不是 目前来说的话 还没有一个 比较好用的一个集群 集群方式 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下 是怎么样解决这个 高考核中 高考核中的话 就是一个使用的 两个B型的一个Promisus 它们之间的 互相是独立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集群方式 有什么缺点 就是说 这台机器 这台Promisus 然后它去提取数据 去拉取数据 比如说像那一scalper 可以把它说成是 刮取数据 然后的话 另外一台 也是同样又去拉取了一次 这样的话 会造成一个什么 造成我们一个业务系统 然后会增加一些负载 你看这个去拉取一次 这个又去拉取一次 同样的数据 拉取了两次 就是这个 这都变成一个重复的 所以说那目前 说这种的话 也是我们的一个 Promisus 然后一个集群方式 还是没解决的一个问题 你看 它接取了一个信息之后 在往后看 往后看的话 就是一个 警报一个 Alert的Manager 警报系统的话 那个集群方式 到时现在就已经跟 可以做到一起来 它是可以形成一个集群 形成一个集群之后 然后的话 它是两个Promisus 然后去调用 我们的一个 警报集群系统 这时候的话 我们警报集群系统 发送报警的时候 实际上只会发布一条的 因为它们内部 会进行一个处理 虽然说 然后这两条假说 这个发送一个条警报 这个发送一个警报 它们两个警报信息 肯定都是一样的 然后去同样的发送一个 我们一个警报管理器系统 我们警报管理器系统 会然后进行一个处理 处理的话 假装会发现 这两条信息 然后是一样的 然后这时候 然后它会只发布 一条信息 警报信息出去 但是这个集群 然后后面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方式 然后的话 我们后面介绍到 然后Promisus集群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会再详细的去介绍一下 像这种集群 是一个最开始的 一个简单性的 一个相当于并行 我们还可以根据 其他方式来进行划分 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和那个 这是我们一个 Promisus集群的 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可视化 我们这里还写出了 然后是 gir fame 这个怎么拼的话 我到时候 拼不好这个 就是我们 它是一个图形展示的 一个软件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先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示意图 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 看一下 启用展示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 这里弯的话 我们这个CPU 这里 然后我们是 这里是 还没做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监控一些 我们的整个使用的情况 所有的一个 PODUS 内存 CPU 然后那个文件系统 使用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还可以分 然后拿下实例 再看一下 然后还有我们的名称空间 在哪个名称空间下 然后 那个查看哪个名称空间下面的一些 使用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名称空间下面 是不是没有东西 看这个 Cover System 我们的一个 这些是网络 订阅系统 内存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 点单个 然后这样的话 跟大家可能看到 图形感觉 会比较炫一点 然后看得更直观一些 然后这是 我们的一个图形展示系统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会带大家 然后去做一下 好 关于我们的 Promise设施 然后我们都 简单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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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